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结合前面所学的灯光以及材质的知识 制作这样一个飞机的案例 那么这个飞机之前我们做过它的模型 那么这一节我们用我们的材质跟灯光的知识 给它渲染出来 那么首先第一步 我们首先是给模型打灯光 我们把这个灯光给它打出来 用我们前面所学的三点式曝光 给它进行一个曝光 然后给它创建一个材质 那它这个材质有点像我们的塑料的这种质感 那么接下来创建出材质之后 我们要调整材质的颜色 然后调整我们的反射以及高光属性 这就是我们整个案例的一个制作流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CCD开始制作 好那我们打开CCD之后 这就是我们之前制作这个小飞机的案例 那么这个飞机的模型 我们已经给它整理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飞机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它打一下灯光 我们打灯光的方式 还是通过我们之前所学的三点式曝光 那在打灯光之前 我们首先给它创建一个摄影机 我们点击这个摄影机按钮 给它创建一个摄影机 好 创建好摄影机之后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摄影机 我们点击摄影机旁边这个小方块就可以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摄影机里面 我们给它调整一下角度 调整一个好看一点的角度 好 比如这样的我们调整好了角度 调整好角度之后呢 我们就给它打灯光 我们还是切换到四视图 我们点一下鼠标中键 切换到四视图 那我们在这个视图呢 进行一个曝光操作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顶视图的话呢 可以点摄影机 切换成一个透视视图 好 那现在它是以现框显示的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显示 让它显示成光影着色 好 那我现在给它创建灯光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灯光 创建一个点光源 然后呢把它给拉出来 那我们打光的时候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三点式曝光啊 我们三点式曝光 我们让它灯光呢 从这个方向的照过来啊 从这个方向照过来 好 那么挪动一下灯光的位置啊 大概是这个方向啊 好 我们再调整一下我们摄影机的这个角度啊 好 那我们把灯光呢 然后它这个右上角来啊 好 那么它现在这个角度呢 就差不多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主光已经打好了 我们现在的把它的阴影的打开啊 我们点击我们的投影 选择我们灯光的投影 然后呢把这个 打开我们的区域阴影啊 我们使用真实的这种区域阴影 点击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渲染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视窗进行渲染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渲染到活动视图 好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主光的一个效果 那为了方便我们查看呢 它现在是一个黑色背景 我们现在呢给它创建一个背景 好 好 那么创建背景的方式呢 我们之前学的在我们的渲染辅助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背景 创建一个背景 好 那么创建完背景之后呢 我们要给这个背景呢上一个材质啊 我们给它上建一个白色的材质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材质编辑器这个地方呢 双击创建一个材质啊 我把材质给我们的背景 好 这个背景呢 虽然我们在这里面看不见的 但是渲染的时候呢 会看到我的结果 我们现在呢渲染一下 我们看到 这后面呢就是一个白色的背景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主光打出来之后呢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呢 我们看不到啊 这些地方是黑的 我们现在要给它创建一些辅光 好 那么再创建一个灯光 我们这个灯光呢 让它作为一个辅助光源啊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 让它往下来一点 好 那么辅助光源呢 我们不止一盏啊 我们可以打很多盏辅助光源 就直到有些地方呢 比如这个地方还是照不亮的话 我们可以再次打一个辅助光源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辅光的亮度呢 调低一点啊 在这个我们的属性里面强度 给它的强度调低一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辅光呢 进行一个复制啊 复制一个 我们只需要按住Ctrl键 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点住Ctrl键 然后拖拉 复制一个 复制到这个地方啊 复制到机身下方 我看到机身下方让它照亮一点啊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机身后方的这些地方呢 还是比较黑的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使用再次创建一个辅光 我们选择这个辅光 暂时按住Ctrl键呢 进行复制 就可以了 放进行复光 好 那么这些辅光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些所有的辅光 我们也给它打开投影啊 选择投影 我们选择我们的区域阴影啊 打开它的阴影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渲染一下啊 点击我们的渲染按钮 渲染一下 哎 我会发现呢 这些地方呢 都被照亮了啊 这些黑色的地方都被照亮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我们的轮廓光啊 我们点击我们的灯光 创建一个轮廓光 这个轮廓光呢 是在它上面啊 在飞机的上面 好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渲染一下 好 我看到了 这个飞机呢 大部分的地方呢 都被照亮了 那这一节呢 我们先把灯光给它打好 那下一节呢 我们再进行材质的调节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